演小说《风乳肥臀》由徐宁播讲 巴比特满脸通红,鼻子尖发亮,好像涂了一层油 他把自己捆起来,把那个白布包裹背在了脊梁上 然后他站起来,活动活动胳膊腿,慢慢地往后退,往后退 我们都注视着,他却目中无人,双眼盯着前方 他退回来有十几米远,终于定住了 他闭着眼,嘴唇抖着,我猜他在念咒吧 念完了咒,他睁开眼,撩起长腿,飞快地往前跑 跑到我们身边,他的身体猛地弹出去,挺得笔直,见识般往下落 一瞬间,我产生过这样的错觉 不是它下落,而是悬崖在上升,是草地在上升 突然间,一朵洁白的花,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花朵,在草地上和蓝天下盛开了 我们为这朵大白花欢呼 它往前飘,吊着巴比特,文文当当,像吊着一个铁衬托 很快,铁衬托落了地,正落在我家那群羊当中 羊向兔子四散奔逃,衬托移动了很短的距离 那朵大白花,像一个巨大的鱼衰跑 虽然瘪了,把衬托覆盖了 同时,也把牧羊女上官念地覆盖了 六姐,惊叫一声,眼前一片花花的白 在羊群四散奔逃时,她看到掉在白云下的巴比特 粉红色的脸上,满是笑容 她想,这是天神下凡吧 她仰着脸呆呆地望着快速下落的巴比特 心中充满了对她的敬仰和热爱 人群都到了悬崖边,探头往下观看 棺材铺掌柜黄天福说 哟,今儿个可是开了眼界了 交过私塾的秦二先生,捋着下巴上的山羊胡须 感叹不已地说 天神,小老儿活了七十岁 总算看到天神下凡啊 司马司令从小就不凡 他跟着我念书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必成大器 在秦二先生和黄掌柜周围 镇子上的头面人物都在用不同的腔调 类似的语言赞美着司马库 赞叹着刚刚目睹过的奇迹 齐二先生用高声压倒人们的议论 显示出他与飞行家司马库的特殊关系 你们想象不到他是多么样的与众不同 他在我家夜湖里啊,撞上了两只蛤蟆 还有,他能篡改圣人的书 圣人曰,人之初性本善 性相近,其相远 狗不叫,性乃千 他怎么说呢? 哼,你们肯定猜不到 他说啊,人之初胡扯淡 狗不叫,猫不念 腌带锅子炒鸡蛋 先生吃,学生看 哈哈,琴二先生大笑着 骄傲地看着周围的人 这时,一个尖细的声音在人群外响起来 这声音有点像狗仔子追逐奶头的哼哼声 更有点像多年前我们在河道里看到过的 那些追逐着帆船的海鸥的鸣叫 琴二先生收回了他的笑声 撤消了他脸上的骄傲的笑容 我们的目光被那个奇异的发声体吸引 发出怪声的是三姐领地 但现在他作为三姐的特征已经很少 现在他发出令人脊梁发冷的怪声时 是他完全进入鸟仙状态的时候 他的鼻子弯曲了 他的眼珠变黄了 他的脖子缩进了枪子 他的头发变成了羽毛 他的双臂变成了翅膀 他舞动着翅膀 沿着逐渐倾斜的山坡 鸣叫着 庞若无人扑向悬崖 司马廷伸手扯了他一把 没有扯住撕下一块布 等我们清醒过来时 他已经在悬崖下翱翔 我宁愿说他是翱翔 而不愿意说他坠落 悬崖下的草地上 腾起一股细小的绿色烟雾 二姐率先哭了 她的哭声让我很不舒服 鸟仙飞下悬崖 是十分平常的事情 哭什么呢 随即 一向被我认为鬼鬼祟祟 玩世不恭的大姐 也哭了 甚至连什么也看不见的八姐 也莫名其妙 非常敏感 又非常随和的哭了起来 八姐事后对我说 她听到三姐落地时 很干燥的声音 我却从八姐的眼角 找到了又碎又密的泪滴 心高采烈的人群都发呆了 脸上结了一层冰霜 眼里蒙上了烟雾 二姐招呼士兵们牵过骆子 她不用别人帮忙 抱住骆子粗短的脖颈 愤勇地爬上罗背 她用脚尖踢着罗肚子 罗子便颠颠地跑起来 司马良跟着罗子跑了两步 又被一个士兵拉住 士兵插着他的胳膊 把他放在他爹司马库方才骑过的 那匹马的背上 我们像一群败兵 亮亮腔腔地下了卧牛领 此刻 巴比特和圣官念地 在那片白云的遮掩下忙活什么呢 在齐罗下山的路上 我绞尽脑汁想象着 尚官念地和巴比特 在降落伞里的情形 我仿佛看到 他正跪在他的身边 手里捏着一颗狗尾巴草 用毛茸茸的草碎子 撩拨着他的乳房 像不久前我做过的那样 而尚官念地平躺着 闭着眼睛 舒服地哼哼着 像一条被人骚着痒的母狗 瞧啊 他的腿翘起来了 他的尾巴 扑扑啰啰地扫着草地 他像冒失鬼巴比特 大献殷勤 而不久前 因为我用草鹰撩了他 他几乎打烂了我的屁股 想到此 我心中充满了愤怒 也不完全是愤怒 还有一些黄色的情绪 像一簇簇火苗子 撩伤了我的心 我骂了一声 你狗 同时把双手猛地往前凑 好像我掐住了他的脖子 上官莱蒂在罗上扭转脸问 你怎么了 因为匆忙下山 士兵们把我放在他身后 我紧紧地搂着上官莱蒂冰凉的乳房 把脸贴在他受削的脊梁上 嘴里嘟弄着 巴比特 巴比特 美国鬼子巴比特 他们六姐盖住了 我们绕了一个漫长的圈子 才转到悬崖下 司马库和巴比特 早已把身上的绳索解下来 他们俩垂着头站着 在他们面前 是悬崖下 生长得特别繁茂的绿草 绿草丛中 镶嵌着我的三井 它仰面朝天躺着 身体陷在泥土里 在它的周围 溅起一些黑色的泥土 和一些连根拔出的青草 鸟的表情 已经完全从它脸上消逝了 它微微睁着眼 脸上是宁静动人 笑嘻嘻的表情 两道冷森森的光线 从它的眼睛里射出来 锐利地刺穿了我的胸膛 扎着我的心 它的脸是苍白的 几缕丝线一样的血 从鼻孔里 耳朵里和眼角上渗出来 几只红色的大蚂蚁 在它的脸上 惊慌不安地爬动着 这里是牧人很少到的地方 草风花狂 风蝶猖獗 一股甜滋滋的腐败的味道 灌满了我们的胸膛 前边十几米 就是那碧莉的褐色的悬崖 悬崖的根部 凹陷进去 望着一滩黑色的水 石壁上的水珠 滴落潭中 发出叮叮咚咚咚的响声 二姐磕磕绊绊地扑上去 跪在三姐身边 她喊着 三妹 三妹啊 二姐把手伸到三姐的脖颈下 好像要扶她起来 但三姐的脖子 软得像橡皮筋一样 拉得很长 她的头 挂在二姐的臂弯里 好像一只死鹅的脑袋 二姐立即把三姐的头 放回原位 她攥着三姐的手 那手 也软绵绵地成了橡皮 二姐哇哇地哭起来 哭着喊叫 三妹啊 三妹 你就这样走了 大姐没有哭 也没有喊 她跪在三姐身边 抬起头来 望着围观的人 她的目光没有焦点 散漫而短浅 我听到 她叹了一口气 看到她随便地往后一伸手 揪下了一朵鸡蛋那么大的紫红色绒球花 她用那朵庄重柔软的花 擦拭着三姐鼻孔里渗出的血 擦拭完鼻孔 擦拭眼角 擦拭完眼角 擦拭耳朵 把流血的翘孔擦拭完了 她便把那个紫花球举到自己面前 用尖尖的鼻子翻来覆去的绣 绣着绣着 我看到她的脸上 现出了古怪的 莫须有的笑容 她的眼睛里闪烁出了 只有陶醉在某种境界里的人 才能有的光彩 我默默乎乎的感觉到 鸟仙的超凡脱俗的精神 正在通过那紫红色绒球花 转移到上官来地 大姐的身上 最让我关心的六姐 分拨开围观的人群 慢腾腾的走到三姐的尸首旁边 她没有下跪 也没有哭叫 只是默默的低着头 双手拧着辫子梢 脸上一阵红一阵白 好像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姑娘 但她已是个体态丰满的大姑娘了 她的头发黑油油的 屁股高高的翘着 好像在尾谷那儿 高琴着一根华丽的红毛尾巴 听东方.com整理发布 最新章节 请登陆中国最大的 有声学习网站 听东方.com查询收听 六姐穿着一件二姐朝地送给她的白绸旗袍 旗袍的下摆开刹很高 闪出了修长大腿的一线 她打着赤脚 小腿上留着一些被茅草锋利的叶片 划出的红豆的 旗袍的后面留着柔烂了的青草和野花污染的痕迹 我的思绪跳跃着 又钻进了那片轻柔的覆盖着她与巴比特的白云里 狗尾草 毛茸茸的尾巴 我的眼睛像两只吸血的盲虫盯在了她的胸脯上 上官念地高高的乳房 樱桃般的乳头被白绸旗袍夸张的突出了 我的嘴巴里蓄满了酸溜溜的口水 我渴望着捧住他们 瞬息他们 我渴望着跪在全世界的美丽乳房面前 做他们最忠实的儿子 就在那突出的地方 白绸记录下一片污渍 像是狗的口水 我心中如刀脚般痛苦 我等于目睹了美国老巴比特 摇我六姐乳头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画面 那个狗崽子湛蓝的眼睛仰望着六姐的下巴 而六姐的双手却温柔地抚摸着她金发灿灿的大脑袋 就是这双手 曾经那么凶狠地打过我的屁股 而我不过是轻轻地撩搏她 而这个巴比特却在咬着她 这种邪恶的痛苦 使我对于三姐的死相当麻木 二姐的哭泣让我感到心烦意乱 而八姐的哭声却像天籁的声音 让人缅怀起三姐生前的绚丽 三姐生前令树公叶落地摇天遗鬼 气神经的卓尔不群的心迹 巴比特往前走了几步 我更近地看到她那张鲜嫩的 令我极度不快的红唇 和她红扑扑的被一层白色的绒毛覆盖的脸 她的白睫毛 大鼻子 长脖子 都让我不愉快 她摊开双手 仿佛要送给我们什么东西似的 对着我们说 太遗憾了 太遗憾了 这是我想象不到的 她怪强怪强地 说了一些我们听不明白的洋文 又说了几句我们听得懂的汉语 它是幻想症 它幻想自己是鸟 但它不是鸟 旁观的人开始议论 我猜到他们议论的内容 一定与鸟先与鸟有关 也许还牵扯上几句哑巴孙不言 或者还涉及到那两个男孩 我不想逐句去听 也无法逐句听 我耳边嗡嗡响 飞舞着几只土风 岩壁上有他们巨大的吐巢 土巢下蹲着一只野梨子 野梨子面前摆着一只吐蕃鼠 吐蕃鼠前肢格外发达 身体肥胖 眼睛细小 紧凑在一起 郭福子 村里的神汉 会拂乱 能捉鬼 长着两只紧靠鼻梁的 滴溜溜转动的小眼睛 外号吐蕃鼠 他从人群里出来说 舅老爷 人已经死了 哭是哭不活的 大热的天 紧着台回去吧 盛联起来 让他入土为安吧 嘿 他根据哪条裙带 称呼司马库为舅老爷 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谁知道 司马库点点头 搓搓手说 妈的 真是扫心 吐蕃鼠站在我二姐背后 转着小眼 仿佛满心悲痛的说 老舅奶奶啊 人已经死了 还是故活人 您双着身 哭坏了身子 那可了不得 再说了 老姨奶奶是人吗 她压根就不是人 她原本是白鸟仙子 因为啄了西王母的盘桃 被贬到人间的 现在 她的期限到了 自然是要回归仙位了 你们说 大家伙都小眼大眼的 看着 她从悬崖上往下落实 与天地同罪共眠 轻飘飘的 肉身凡胎 哪有这般酣畅淋漓的形态 吐蕃鼠天上人间的说着 把我二姐拉起来 二姐断断续续的说 三妹 你死得好惨 司马库不耐烦的对二姐挥挥手 行了行了 别哭了 像她这样的 活着受罪 死成仙 二姐道 都怨你 搞什么非人试验 我不是飞起来了吗 这种大事 你们附到人家不懂 马参谱 安排几个人把她抬回去 买棺木圣脸 刘副馆收散上山 我跟八姑问 再飞一次 吐蕃鼠把二姐扶起来 很威风的对着人群说 来来来 大家都来帮帮忙 大姐还跪在那儿绣花 沾着三姐血味的花 吐蕃鼠说 大老姨奶奶 您也别伤心了 三老姨奶奶归了位 大家都该高兴 吐蕃鼠话还没说完 大姐就抬起头 神秘的微笑着 盯着吐蕃鼠 吐蕃鼠侮辱了几句 没敢再说 匆匆钻进了人堆 上官来地 举着紫红色的花球 笑着站起来 跨过鸟仙的尸首 盯着巴比特 扭动着腰肢 在晃当当的黑袍里 他的体态动作是那么胶着 被尿逼着一样 他扭扭捏捏地走了几步 扔掉花球 扑到巴比特身上 搂着他的脖子 身体紧贴到他身上 嘴里泥泥喃喃 像高烧一语 死了呀 熬死了 巴比特好不容易再从他怀里挣脱出来 他满脸是汗 阳闻和图语混杂着往外冒 不 不要 我爱的 不是你 大姐像朝红了眼的狗 满口的银言浪语 体着胸脱 往巴比特身上扑 巴比特笨拙地躲闪着他的攻击 三躲两躲 竟然躲到六姐背后 六姐成了他的屏障 六姐并不愿意成为他的屏障 六姐像一只要甩掉自己尾巴上 被恶作剧的男孩拴上了的零锁的小狗 不停地转着圈 大姐跟着六姐转 巴比特攻着腰 跟着六姐的屁股转 他们转呀转呀 转得我头晕目眩 我的眼前晃动着撅起的屁股 进攻的胸膛 光滑的后脑勺子 流汗的脸 笨拙的腿 眼花缭乱 心里犹如一团乱麻 大姐的吆喝 六姐的叫喊 巴比特的喘息 观众的暧昧的眼神 士兵们脸上油滑的笑容 咧开的嘴 颤抖的下巴 排着一字纵队 有我的羊带头 拖着续满奶汁的奶带子 懒泱泱的自行回家的羊群 亮晶晶的马群和罗群 惊叫着的鸟 在我们头上盘旋 野草中肯定有它们的卵或是幼鸟 倒霉的草 被踩断脖子的野花 放荡的季节 二姐终于扯住了大姐的黑袍 大姐拼命的往前正 两只手伸向巴比特 她的嘴里嚷出了更加令人脸红的下流化 那件黑袍撕裂了 闪出了肩膀和脊背 二姐纵身向前 打了大姐一个耳光 大姐停止了挣扎 嘴角上挂着一些白色的泡沫 眼睛直呆呆的 二姐连续不停地扇着大姐的脸 一掌笔一掌有力 一股黑色的鼻血从鼻孔里窜出来 她的头像葵花的盘子垂在胸前 随即她的身体 也往前栽倒了 二姐疲倦地坐在草地上 大声地喘息着 好久 她的喘息声变成了哭声 她的双手有节奏地拍打着膝盖 好像为自己的哭声打拍子 司马库脸上是盖不住的兴奋表情 她的眼睛盯着大姐裸露的脊背 呼吱呼吱喘着粗气 她的双手不停地搓着裤子 仿佛她的手上 粘上了永远擦不掉的东西 黄昏时分 婚礼后的盛宴 在粉刷一新的教堂里开始 房梁上悬挂着十几个啄目的灯泡 照耀的大厅里亮过白昼 在教堂前边的小院里 一台机器轰隆隆地响着 神秘的电流就由机器里发出 通过电线流进灯泡 放出强光 照亮黑暗 吸引飞蛾 飞蛾一碰上她就被烫死 垂直掉下来 落在司马支队 军官们和大蓝镇 香绳们的头上 司马库身着军服 脸上放着光彩 从主兵席上站起来 她清了清喉咙 高声说 诶 诸位兄弟 各位乡神 今天我们在这里大白酒宴 祝贺尊贵的朋友巴比特 和比人的小姨子 赏关念地结婚 这是件天大的喜事 请大家鼓掌 众人热烈鼓掌 在司马库旁边的座位上 坐着身穿白制服 胸前口袋里插着一朵小红花 满面笑容的美国青年巴比特 他的黄头发上抹了一层花生油 溜光光 好像用狗舌头舔过一样 在巴比特身边坐着上官念地 他穿了一条白裙子 两只乳房的上半部分 从裙子的开领处露出来 我嘴里口水很多 但我发现巴姐的嘴唇 干得像葱皮一样 白天举行婚礼时 我和司马良捧着长长的 拖在他身后的裙具 像捧着山鸡的长尾巴 他头上插着两朵 沉甸甸的月季花 脸下涂脂抹粉 脂粉掩直不住他的得意 幸福的上官念地 你太不像话 鸟仙尸骨未寒 你就和美国人举行婚礼 我心里不痛快 尽管巴比特赠给我一把塑料饼子 锋利上刀 但我就是不痛快 电灯可真是坏东西 照透了他的白裙子 使那两只红头白乳房 清晰可见 变成公共的目标 我知道 男人们都在盯着他 连司马库都在斜眼盯着他们 他们却浑然不觉 还在那摇头摆尾